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同种类的天线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通常要比较这三个东西 一个就是主波半的宽度 主波半越窄越好 盘波半 它的强度的极速 那就是看它的db数 db数 就是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当然辐射功率 它的方向性 就是说它在某一个方向 我们等等会讲方向性的定义 那么 注重这三种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主波半的宽度 主波半的宽度我们刚刚讲 一般是取天线模式 半功率间的角宽度 半功率 这是三个db 负三个db之间 或者是这个之间 这个角宽度 5-2 5-1 这个宽度 这半宽度 这个 这半宽是介于最大强度 11-4 就是这个地方 它这个宽度 在11-4 H面 辐射模式中 3db的主波半宽 是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8图减排完 就是这么快 对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 这个图 刚刚看的这个图是 一般的 天线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理想的 赫兹 Hurchian Dipo Hurchian Dipo 那我们就要看它的这个 这个 Hurchian Dipo Hurchian Dipo 那么 比如说 它现在 这个就是 就是它的主波半 主波半 主波半 那么 如果你这个地方 强度 如果这个是 电场的话 那这个 这个地方的电场 就要 根号2 根号2分之1 或者是 0.707分之1 那么 3DB的主波半 宽度 那么 我们当然从图上看不出来 它这个就是3DB 这个地方就是3DB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刚号2分之1啊 或者是 0.707啊 它画的这个角度 它画的这个角度就是这样 那么 这个宽度是多少呢 这个快呢 90度 90度 OK 这是负10DB 这是负10.7啦 这两点之间 甚至于有时候啊 它零点之间也算 有时候 有时候也可以 算零点之间 不过 像你有这么多主波半的话 通常我们都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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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它 这个地方 OK 盘坡半大小的等级 盘坡半是我们不想要的 最好是没有 但是你不能没有的话呢 最好就是它产生的 这个等级 它的级数啊 越低越好 那么一般来说 盘坡半的强度 离主波半 应该主波半 越远就越弱 所以我们谈到主波半的时候啊 通常是指 离主波半最近的一个 那也就是说 像这个 它有好多个盘坡半 你看它 它指 大小越来越小 它的这个 dB数也是越来越小 那么通常我们 只取它第一个 只要它的第一个 其它的是更小 更小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龐坡半 那么近代我们雷达的 天线 它的讯号 它要求 龐坡半的急速啊 要低到-40dB以下 所以 龐坡半 它的位置啊 就是说 它 極度要 它的急速要 越小越好 那么它的位置在哪里 也是很重要 我们刚刚看的 盘坡半有 有好多个 好多个 好多个盘坡 好多种位置啊 好 现在我们来看 directivity 就是方向性 翻译成 翻向性 好 那么什么叫做 方向性呢 你看 天线主波半的宽度 它的宽度是什么 显示主波半的尖锐程度啊 你只能说它有多尖 多小 多瘦 但是不能够 显示 辐射模式中的其他的资讯 没有办法 你只讲它的胖瘦 没有办法显示其他的资讯 例如 什么 什么资讯呢 盘坡半的等级 你 从这个 从这个尖锐程度看不出来 那么 盘坡半呢 如果产生的等级非常高的话 这是我们不想要的 对不对 不想要 第一个就是 一个常用来测度 天线 辐射 辐射强度 导向某一特定方向能力的参数 我们称它叫做 方向争议 就是说 它这个 辐射强度啊 指向某一 某 是什么样的方向 什么样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 看这个 你看它的 它指向这里 那就是 θ是90度的方向 但是它天线长度如果改变的话呢 它这个 主播半可能会改变位置 将来我们会看 各种 不同长度的天线 它的这个 主播半的位置 会有所改变 OK 好 那么 这就是 方向性 底下我们有一些定义 非常重要 就说这个 各位 读这个的时候 要稍微 留心一点 然后呢 时间 就把它搞清楚 好 所谓辐射强度 Radiation Intensity 定义就是 它什么定义 Radiation Intensity 定义就是 单位立体角的 时间平均功率 以后对这个定义啊 要特别的 把这个 这个字啊 把这个句子里头的E 把它了解 OK 了解 单位 立体角的 时间平均功率 因为我们电磁波的功率啊 瞬时功率的话 就是E cross H 那它是随时间变化 那它是Gigahertz的话 那个 瞬间变化 好大好大 你根本就没有意思 所以我们通常是指啊 它的这个 平均值 那 那就是它 一个周子 一个周子里面 平均值 多少 好 好 那么 这里提到 单位立体角 那我们就把立体角弄清楚 各位在学普悟的时候 有介绍立体角 也没介绍立体角 那么 定词学应该也有介绍这个 如果 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呢 可以看看我那个 普通物理 也是上网 也是这个 开放式课程 下车 高斯定律那一章 我讲得非常清楚 什么叫立体角 立体角就是说 我们一个球面 这是球 这不是circle 这是一个sphere 好 那么 我们在这个面上面 这样切它一刀 切它一刀呢 那这就切下来这一块啊 也就是 也是鼓起来一块了 你说这边看 一个 边缘 有点到这里 这连线 连起来 结果成一个 Coin 你们注意 这个角 Omega Omega 意思是什么 它就是 这个 角 面 球面 面 一 与 我这是 物理那个 调图 五啊 用小 R 那我们 当作大 OK 一 第三 R 这个 就是 三位 第二 第二 就是 弧度 如果 你 整个 我们 如果 等于 R 这个 平 的话 这个面 等于 以 二 为 边 的 正 是 R 为一 方形 那么 比 它的定义 怎么叫做一个弧度角 一个立体弧度角 就是这个定义 如果我们 当作 各种球面 这个面 四拍R平方 那么这个球面 对这个当中这一点 所张开的立体角 那就是总立体角了 那 等于四拍R平方 overR平方 等于四拍 一个 steer region 这个一定要记住 啊 我们这里是整个球 对球星张开的角是 四拍R 和 四拍 steer region 但是 其实不一定要 这个球 任何一拍张开的角 就是 四拍 一点 另外 只要 封 点 对 这个 里头 任何一张 这种立体 都是 四拍的 立体 你看 不是任意 这一点 叫 四拍立体 那么 我们 这个 画一个小球 這面對小的角 立體角就是實在立體幅度角 那這個 外面這個也就是實在立體幅度角 好 我們現在看 它是從單位立體角穿出的時間平均功率 那我們看 這個就是 你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Poynting Vector Poynting Vector 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SZT 瞬間指是SZT 它跟 Z 就是代表 Space 的坐標 T 是代表時間的坐標 那現在 T 沒有了 那就表示這個是一個平均的 平均值 OK 就是說已經用時間的平均值 就是一個周期裡頭時間的平均值 那 你看 我們一個波源 它放出電磁波 一定是四面八方放出來 四面八方 所以你離這個 離波源 任意一點 你可以做一個球面 所以從這個 整個球面裡頭 整個球面把它包住 它的立體角就是四拍個立體角 四拍個立體角 好 那麼 我們把這個 就是說你這個功率啊 比如說我們這一點的功率 好 像 我們拿這個炸彈爆炸 爆炸 幫一下 好 它的能量就出來了 對不對 能量是一定的 能量是一定的 然後它 用波的形態 越傳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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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 任何一個位置 我們畫一個球面的話呢 那 穿過這個球面 穿過球面 能量被面積來除 就比較小了 對不對 然後 功率呢 功率 就是能量 能量 哈 就說你這個dw 被dt來除了 功率 功率也變小了 對不對 因為它的能量變小了 那麼 這個就是 代表 pr 就是代表它 r 代表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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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的功率 噴射功率 噴射功率 噴射功率等於平均值 就等於這個 就是 向量值 我們做內積 然後這個值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因為它是對這個 dA 到了 dA 然後做 closed path integral 我們可以把這個值呢 當作是一個 一個等於常數的一個平均值 一個常數的值 叫 s average 乘上這個 4πr平方 它可以當作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它的一個 平均值的 這個就是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pointing向量的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所以它 我們這個一約它就等於s average 乘上r平方 OK 就這個東西 單位就是 瓦特 per still reading 天線的總時間平均公平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它是等於這個 好 那麼 它本來是這個 那現在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看 從這個關係來看 就是定義 這是它的定義 pr等於什麼 4π乘U 4π乘U OK 好 那麼 那我們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 因為4π是什麼 4π是這個 4π是這個 立體 整個 一個封閉面 對某一點所張開的 求 面裡頭一點所張開的 立體弧度角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就寫成這個樣子 這個當作是常數 常數 常數 你這個提出來 這個積分不就是4π嗎 對不對 dr是等於這個 那麼 那麼 這裡頭的d omega d omega 這也是我在普通物理裡頭 然後就講到 因為 我們前面講的這個 這個 定義 非常非常的嚴格 它的條件 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 沒有其他的 就是說 其他的 任何一個面 很難 有這種情況存在 就是說 這是一個球面 你這個A 所以你看到這個A 球面 它的方向呢 就是什麼方向 就是半徑的方向啊 所以 這個要是 在半徑的方向 也就是說 A要跟它的 R universal 要同一個方向 然後 還有就是 你從這裡到球面上面 任意一點 不一定要邊緣 任意一點 都是R 這個 這個條件很難找到 比如說我們 現在這個 比如說我們 原來這個 這個 比較 細一點的線 圍成了這個面 圍成了這個面 它的邊緣 到這裡的連線 全部連起來 這個當中的這個 錐形角就是 D omega 這D omega 能不能直接用這個 DA被R平方出呢 不可以 原因是 你這個 DA的方向 跟R univector的方向 不一致啊 剛剛那個是一致啊 那你這個 劈點到這個 這個 圓上面 任意一點 這個劈點上面 任意一點的距離啊 每一點都不一樣啊 不像剛剛那個球面 每一點都一樣 不行啊 好 那現在我們只好 因為 我們總要求出它的立體角嘛 那我們有一個辦法 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 投影在這裡 投影在這個地方 投影在這個地方以後啊 那就是讓 這個 本來是 DA 朝這邊的 現在 DA' 是朝 朝這邊的 就跟 R一樣 跟R一樣 這是第一個 我們讓這個 DA' 這個面積向量 跟這個同方向 然後呢 這上面的點 會不會到這裡都一樣呢 看起來當然不一樣 因為 這個面 很 很大 我們現在看是 DA DA就是說 你小得不得了 如果這個是R的話 那這DA 簡直是 就是小得 一點點而已 在這麼小的一個面上面呢 上面任何一點的距離啊 任何一點到這裡距離 都可以當作媽媽呼呼 是R 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定義 它是 DA' 那 DA' 是 什麼呢 指 DA在這個地方的投影啊 那就是 R 多 多的DA 像樣 就是R UniVector 乘DA OK 好 那麼 這個就是 DA的這個定義 那麼在球座標裡面呢 球面上任何一點的這個DA 我們可以 可以這樣子球 我沒有畫出球座標來 比如說 我們一個 我們可以 把這個圖拿出來看 這個圖拿出來看 比如說我在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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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DA的 取一個DA的面 DA面怎麼取呢 當然 我們看這個 這個半徑 從這裡 我們這裡畫一個弧 畫一個弧 這個 角度 Dtheta 那麼這個長度不就是Rdtheta嗎 對不對 Rdtheta以後呢 它還要成長 這個弧 這個弧的半徑是這個 這個半徑是什麼 Rsintheta Rsintheta 成D5 就是這個 這個弧 這個弧長 這個弧長 乘這個弧長 就是Rsintheta 乘上Rsintheta Rsintheta 乘上Rdtheta 乘上Rdtheta 這個就是 一個 一個 滅 就是Rdtheta 乘Rsintheta 乘Rsintheta 這就是DA的 DN 球座標裡頭 我們從這裡約到以後 就變成這個 以後要記得 以後我們這裡 後來要用到D Omega 就是等於這個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 你這個積分 D Omega 積分 就是等於這個 就等於4拍 好 現在我們看 方向性的正義 又有一個定義出來了 這個定義 各位一定要 仔細的去看它 稍微記一下 要不然的話 後面東西都看不懂 指向性 指向性 我們這個天線 在 這個方向 的 輻射強度 就是 Theta 跟Phi 在這個方向上面 那麼 它的輻射強度 跟平均輻射強度 的比值 那麼這個就是 特定一個方位 它的強度 跟這個 平均輻射強度 我們剛剛用過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 把這個 變成 這樣子 前面我們已經求過這個東西了 Pr 是等於 這個 Pr等於這個 4拍層上去 Pr就等於這個 顯然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 如果 這個天線是 各方向相同的 那就是說 我們 就好像我們那個 Persendible 那 那麼 你在任何 你 Py 等於某一個值的話 它畫出來的 都是 都是一個 圓圈 那這個時候的方向 性 正義啊 就是 這個值啊 就等於 一 就是說這個時候 U啊 跟方向 你 這個就是填線 真正的天線啊 各方向都一樣的 就跟 θ 跟5 沒關係 你拿出來 那這個積分 就是4拍 所以它就是1啊 各方向相同性的天線 實際上 並不存在 不存在 這個地方 各位把它改一下 方向性 我起初把它寫指向性 方向性因素 Directivity 這又一個字 Directivity 上面那個是 Directive gain 這Directivity 它定義是什麼 最大 輻射強度 與平均 輻射強度的 比值 這是U Maxima U代表 輻射強度了 最大的 跟平均的比值 那平均的是這個字 OK 平均的是這個字 那麼 於是 把4拍成3句 就變成這個 這是Directivity Directivity Directivity 它1次方根 在平方成正 所以我們把它換成這個 的話 就是說 我們只是比值而已 可以換成E Maxima平方 然後這個 底下這個呢 因為現在 現在這個 並不是各方向相同 它變長 這個P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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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成這個Phi 我忘記 這個漏掉 這個Phi 我們改成這個Phi 這要積分 積分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字 這個 這個式子 我們都要記得 以後要常常用到 OK D常常用分配數來表示 就那個字啊 我們用分配數 好 現在我們 這裡有一個例題 要求Hertandiple 它的方向性爭議 以及方向性因素D 就GD 分D OK 好 方向性爭議 我們根據剛剛這個 式子 然後U呢 是等於這個 R平方乘S Average 這是Pointing Vector Hertandiple 它是等於這個 現在 我們要先求出這個來 因為你要用這個式子 求它嘛 而這個式子裡頭呢 你要先求U嘛 對不對 你要求U 你要求什麼 求Average Pointing Vector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你要求的話 你一定要知道 電長跟Hertandiple 這是電長跟Hertandiple 它的Facial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 複數 求Pointing Vector Average value 二分之一 real 這個 Cross H的 complex conjugate 那我們不仔細算嘛 它就等於這個東西 S知道了 帶到這個式子裡頭去 就得到U 對不對 U求出來再帶到這個式子 那就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值 我這個 我就不仔細去算 這個其實都可以積分器出來了 所以方向性因素 第一 第一 它的Maxima Maxima出現在哪裡呢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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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ima 因為這個等於1的時候 那1就是 θ等於90度 所以它是 Maxima 就等於D GD 就是Maxima 那這個Maxima 那這個Maxima 就是它的 θ等於90度 但是 1.5 方向 如果把它 用分貝數來表示的話 它就是 10 乘Log 10d 你把這1.5 帶進去 它等於1.76dB 1.76dB 好 現在我們看 主波半的 寬度 跟 旁波半 強度的 極速 方向性 爭議 都是天線的 參數 但是 不能表達 這是它的 參數 沒錯啦 有多寬啊 這個 這個 旁波半 大不大呀 越 越小越好啊 爭議呢 它 它 在某一個方向 爭議是多大 那什麼方向有最大爭議 我們都知道 可是 天線的效率啊 或者天線輸入的主抗的資訊啊 我們看不出來 就是 你 你這個天線 它的效率怎麼樣 就是 你 你輸入的這個 功率 跟 輻射到外面的功率 的比值 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所以 我們現在就另外 第一個 用來 測量 天線效率 的量 稱為 功率 爭議 叫 power gain power gain 簡稱叫做 爭議 就叫 gain 對各方向都相同的頗圓來說 就是說 它這個天線 一放射出去 各方向都一樣 天線最大輻射的 它的定義是 對這種天線來說 它的定義就是 天線最大輻射強度 它的最大輻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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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同輸入功率 但是沒有耗損 各方向相同的 這個波元 的這個輻射強度 這個比值 這個比值 那我們這個是有耗損 一般的話 它是有耗損 而且呢 它不是各方 各方向相同 不是喔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 用這個定義來看 它就是 u maximum over pi i 這個不是r 就是i i就是input power 你這個 潰入的這個 波元 潰入的這個 電源 它的power 好 那麼 我們把這個畫一畫 就變成這樣 四拍成上去 這個我們也記住 這個細節 好 那麼pi pi pi 是它的總功率 就是 它得到的總功率 就是這個 天線 從電源裡頭輸入的 然後呢 這個天線就把這個 電源轉變成為電磁波啊 電磁波就是輻射功率 然後這個是它的消耗功率 耗損功率 它吸收進來 然後呢 一部分輻射出去 一部分被耗損掉 對 好 那麼耗損功率 包括天線本身的耗損 包括天線本身的耗損 它附近地區的耗損 比如說 你天線 在地面上啊 那 地面也會構成一種 一種耗損 還有 pr就是天線的輻射功率 OK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那 輻射效率是什麼 定義呢 定義為 它的爭議 功率爭議 與天線方向因素低的比值 這是它的效率 功率的爭議 功率的爭議 我們剛剛講這個 功率的爭議 它是等於 等於這個 4拍 U maximum over pi 不等於這個 然後 directivity directivity 它是 它是 U maximum over 輻射的 輻射的這個 功率 輻射的平均 強度 就是它的功率 那 這兩個 比一比以後 就變成 pr over pi 這個就是它的 輻射的效率 跟這個 你看這個是 輻射的功率 這是輸入的功率 就是這個 你看這個 比較清楚了 用來測量 天線輻射功率 頗為有效的一種量 成為 輻射 電阻 你這兩個量 你怎麼知道這個量是多少 你怎麼求出這兩個量出來呢 那現在我們說 有一種 能夠測這個功率 效率的 叫做 radiation resistance 它是一種 假響的這種電阻 就是說我們 輻射電阻 消耗的功率 這個功率 就是說輻射電阻 電阻其實是一個 假響的 它會消耗功率 這個功率 就是什麼功率呢 就是當這個 流經電阻的電流 就是我們天線裡頭 流經它的阻抗的電流 等於 原天線流動的 最大電流時的 輻射功率 這個電流 它始終在變的了 並不是一個定值 也不是最大值 也不是最小值 在變的 就是說 當這個電流呢 是最大電流的時候 它的功率是什麼 它的輻射功率 那麼 對於這個輻射電阻來講 一個理想的天線 它要有高的輻射電阻 有高的這個輻射電阻 那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例子 HERCHIN BIPO 它的輻射電阻 要求輻射電阻 那我們先看 這個是它的原廠 原廠 原廠 這個是它的 Average Power Density Average Power Density 那麼 HERCHIN BIPO的時間平均功率 時間平均功率 應該就是等於 S DOT DA S.DA 因為這次一定是 時間平均的功率密度 這個式子沒有寫出來 這應該是等於一個 這個 DOT DA 的一個 Closed Path Closed Surface Integle 那我們把這個 DA 用球面 來表示的話 球面來表示 就是我們可以畫成 這個樣子的 然後積分機出來呢 這個我們就不去仔細積分了 這個積分應該沒問題 積分機出來就是這個值 就是這個值 那麼 就是說 把這個整個 然後這個ATA 我們用120π來帶 OK 120π來帶 BETA用2π 帶進去 就變成這個東西 好 這個是它的 Radiation Power Radiation Power 那Radiation Power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什麼呢 把它當作一種電流 電流就是 把這個時候的 就當作一種電流 乘上 乘上 二分之一 I平方R 就是乘上一個電阻 這個電阻啊 就是輻射電阻 就當作是一個 有一個 等值的電流 乘上這個 平方乘上 電阻的二分之一 那這個就是 因為 這個就是 一比 一比的話呢 因為 這個值就是它了 這個就等於這個了 因為這個搬下來了 所以比較這兩個式子的話呢 那 RR就是 它的 輻射 變阻 就等於這個 這麼多Ohm 就是利用這個 就是說你把這個 輻射的 Power 那 輻射Power很簡單 就是 這部我忘記寫出來 這應該是 SAVERAGE.DA 做一個 Closed Surface Integle OK 然後 另這個值 等於二分之一 I平方R 其實 實際上 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當作是這個樣子 那麼這個 R呢 就可以求出來了 好現在我們再看 用一個半徑為A 長度為D 電傳導係數為Sigma的 金屬 線 製成的Hertandiple 求它的 輻射效率 歐姆 耗損電阻 二分之一 如果你這個線 它有這個 電阻 耗損電阻 那它的 耗損的功率就是這個 對呀 那輻射功率呢 我們就是用 我們就是用 二分之I平方 RR 這是輻射電阻 所以它的總功率就是 這兩個之核 這兩個之核 那輻射效率是等於 P over PI P over PI Pi是這兩個 PR 就是這個東西了 好 那麼 PR 這個 比上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畫成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把它畫成這個樣子 好 那麼 這個裡頭 RR就是 輻射電阻 我們剛剛算出來了 Hertandiple 這個 帶進去 那耗損電阻呢 這是 輻射電阻 耗損電阻 我們用 表面電阻 這個到底的表面電阻 表面電阻就是說 它單位長度 有多少電阻啊 那現在你這個 半徑是A 所以它周圍的 寬度是A 半徑是A 周圍寬度是2排A 所以這個被它除 就是它整個的 不是整個電阻是這麼多了 然後被這個 這個來除 單位長度是多少 然後乘上這個 你這個長度總共有多長 指是這個 然後把這些值啊 帶到這個裡頭去 RL 帶到這裡 RI RL在這裡 RR在這裡 所以我們得出來就是 等於這個值 好 如果我們給它一個數字的話 A等於1.8mm BL兩個meter的話呢 然後 frequency是15個 一個 Micro 15個 然後銅的 電傳導係數 這個是 Siemens per meter 這個單位我忘記寫出來 Siemens per meter 然後 Lamina 我們可以算出來光速 被frequency來除 然後帶到這個裡頭去 然後帶到這個裡頭去 求是RS 帶到這裡求RL 帶到這個是求RR 然後帶到這裡頭去求A的R 它的效率是 百分之五十八 由這個結果我們知道 Purchin dipole 它的輻射效率 它的輻射效率啊 不高 非常低 等於這個 OK 然後我們由這個式子來看 A OVERL 或者DL OVERLAMINA的值 越小 輻射效率 就越小 因為 你這個值越小 這兩個值就越大 這個是它的導數 那分母就越大 分母越大的話 這個A它呢 就越小 所以它這個 跟這個有關係 跟這兩個 跟DL 跟A 這個有關係 底下我們就看這個 Thin Linear Antennas 我把它翻成細的 直天線 直天線 那這裡有個天線 這是它 潰入的一個 電源 那電流就在這個地方跑 那天線我們分成兩半 每一半的高度叫做H 它的 它的電流 電流 等等我們會看它的電流 電流在這個地方 電流是這個樣子 是這樣子的 那上面一半 因為它 當中虧弱 到兩端要等於0 兩端要等於0 所以呢 大於0的地方 那這個 Z等於H的時候 它就是0 小於這個的話 Z等於-H的話 這也是0 我們就先把 這個就是 我們這裡頭取一個 Line Element DZ Line Element DZ 那麼 它現在 從這裡 比如說你到任意一點的距離 距離這個 中心是R 但是你現在 要對電流積分 電流到內點的距離 就是R prime 這就表示說內點 離開這個地方 相當軟 當然 那麼 就是說我們前面這個例題 知道 短的偶級天線 它輻射電阻跟輻射效率 都很低 它不是一個很好的電磁功率發射器 現在看看另一種 長度與頗長相當 從中央溃電的線性 天線的輻射特性 這種天線呢 稱為線性 偶級子天線 叫Linear 這個沒有分開 Linear Dipole Antennas 這兩個字要分開 就像我們 剛剛看那個圖 所表示的 天線上的電流 如果要知道它的電流分佈情形呢 如果要知道它的電流分佈情形呢 我們在天線上面取一個激素 DL 我們剛剛就用DZ來表示 將 DL 因為這是很長的天線 那就是我們把它分成 好多個 這種基本的偶級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Element Dipole 就是Hertian Dipole 分了好多個 像它輻射釘 每一個DL 我們不妨再看看 剛剛那個 這裡就算是一個 偶級子 它到某一點產生的天線 某一點產生的電場是多少 然後旁邊的這個 在這裡產生的電場磁場是多少 等等 把它積分積出來 就是把它加起來 OK 那麼 輻射積分便可得到 線性偶級子天線的輻射場 可是我們要知道 天線的電流分佈 其實已經知道了 並且假定這個天線 它是由理想導體製成的一個 均勻 直線 圓柱狀的一個導體 就是它材料均勻之外 它的形狀 也是均勻 就是說它是一個圓柱 那麼它粗細都一樣的 其實是這個樣子 它的邊界條件非常複雜 例如在天線兩端 電流必須是零 電流跟電荷 在天線 這個會在天線上面產生電場 這個電場呢 切線分量必須為零 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有這麼多難處 我們沒有辦法 用積分 就是我們剛才叫積分 每一個小 基本偶級子的電場積分 沒有辦法積分 求它的準確解答 就是你寫得出積分式的 你都沒辦法積分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用數字分析 用電腦來做 求其近視字 所以我們知道天線有時候 你不是積分就可以積出來 它有時候要用電腦來分析 好 現在我們來看看它的電流 我們假設 分佈於線性 偶級指天線上的電流 是一個正旋型態 這樣的電流 在天線上會形成柱坡 因為正旋坡 因為正旋坡 那麼它在這個 它上下 都是零嘛 對不對 它來回的這個 來回的船坡 於是它就形成一種 鑄坡的形態 鑄坡呢 我們說這個電流 就是這個樣子的 兩端電流要等於零 我們先看 由於這個會有鑄坡 然後這個偶級是從中央驅動的 所以偶級天線上下兩半的電流 會有對稱性 在兩端點的電流為零 所以電流可以寫成以下的形態 為什麼配成這種形態呢 我們寫成 用一個式子表示就是這樣子 如果兩個式子的話 就是要分成 在發電機的上面 或者是下面的一半 在天線上取電流激素 所生的原廠激素 D1 原廠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天線很短 這是DL 我們用DL來 用DL來算 所以我們要積分 以前我們講Hertian Dipo 就是E 現在我們因為一段一段積分 所以每一段就用Dtheta來算 這就是Hertian Dipo的原廠 我們可以把這個值 DL換成DZ DL換成DZ 然後這個R呢 換成R' 因為我們現在 不是在這裏 不是在這裏 是這裏 每一個地方不同 到這裏的距離叫做R' R' 這個也要用R' 露出一個 這應該是N 這應該是N 這應該是EtaH5 Eta0H5 這裡有Eta0 這裡有Eta0 E跟H之間 有一個Eta 這個Eta0 好 那麼R'呢 R' 它是 等於這個 R遠大於Z OK R遠大於Z 2遠大於Z的話呢 那我們 看看啊 把這個當作一個三角形來看 把它連成一個三角形 你用這個 用這個余旋定理來看 把這條線 把它當作連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就是余旋定理 我們不去花時間了 好 很遠很遠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當作一個三角形 好 三角形裡頭我們現在把R提出來 我們知道 R比Z大很多 那這一項 那比它小很多 那就不要啦 這個是平方 所以不要它 這個 我們還保留著 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用 二項式定理把它展開 就等於 這個值 二項式定理把它展開 好 好 那麼這是R' R' 於是我們就得Ec 這裡有個A在0 看到沒有 這裡漏掉 A在0 就等於 我們就把 H0 就把R'帶進去 R'帶到這裡 帶到這裡 好 那這個 這個我們就 因為 R'跟R'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這個我們就馬馬虎虎把它當作R 好 現在變成這個 變長式這個值 好 那麼這裡我們就看到 這個積分 它是有偶次函數 偶次函數 因為這個是偶次函數 因為它是絕對值 你Z是等於正的 跟D等於負的 帶到這裡都沒有關係 它都是負的 絕對值 所以它是一個偶次 跟這個次子的成績 跟這個成績 好 那麼 而這個式子呢 它是cos βzcosθ 加上jsinβzcosθ 這個我們都知道 因此 由於這個為偶次與稱 所以在距離天線中央 對稱的極限值 H跟負H間的積分 就是在這個 我們剛剛天線不是上面是H 下面也是長H嗎 在這個積分的時候 只有這個項 不為0 因為 你如果 因為你這個不管用正Z負Z 帶進去 正H負H 帶進去 都一樣的解 如果你這裡是 是sine的話呢 如果你這個是sine的話 你正H 跟負H 一個正一個負 然後積分的話 就是上面一個H跟下面H段 上面某一段 跟下面對稱的這段加起來 就變成負的 相減就變成0了 因此我們這裡呢 就只取cos 只有這個不為0 於是 我們就用這個來積分 這個積分 我剛剛說這個積分很難積分 很難積分 這個式子呢 我們現在用這個來帶 用這個 這個式子 用這個來帶 你看這個裡頭啊 ε0 它是120π 跟2約掉變成60 π跟π約掉 所以J也有 那麼ε0也算進去了 ε0也算進去了 R也算進去了 π也算進去了 那麼其他的就算是F 這個也提出來了 那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東西呢 就是β sinθ 乘上這個 這個 這個積分呢 這個積分計出來 是等於這個值 這個我們要記住 這很重要 以後我們都要用這個東西 這個F 它是一個factor 它是 F因子 它是 線性偶極天線 一面模式函數 它的pattern function Pattern function Pattern function 它叫做 一面模式函數 模式函數 它顯示 輻射模式 F Fθ 或者 歸一化的廠 這個 就跟這個一樣 歸一化 整個這個值 歸一化就是把前面都當做1 只留這個東西 F在 這個都當做1 是 隨著θ角的變化 你看 就是說這個電場 是隨著θ角的變化 因為它是隨著F變化 F又隨著θ變化 因此E是隨著θ變化 那麼這個函數 它裡頭 跟什麼有關係 除了跟θ有關之外 它跟βh有關 那βh 我們β用2π 就是等於這個值 跟這個值有關 所以這個值又跟什麼有關呢 跟h有關 h就是天線的長度 天線長度 這個長度 如果不一樣的話 你頗長一樣 這個長度不一樣的話 那麼 它的模式函數 有很大的差異 然後我們現在看 對這個θ的2π 這個平面來看 就是這個θ的2π 這個平面來看 我們等等看它的圖 就知道了 你看這個 90度 這都是90度 90度這個面 90度在這裡 90度在這個地方 天線長度分別 我們用四種 四種規格 一個是2h h over lamina 2h就是整個長度 整個長度 整個長度是波長的二分之一 那就是說2h等於二分之一波長 它的這個模式是這個樣子 一面的模式 一面的模式是這個 如果 如果 變長一點 2h 等於 一個 lamina 變成這樣 這比較瘦的 這個很胖 胖的不好 這個瘦的就好 然後呢 更長一點的話 2h等於二分之三 lamina的話 它有 它變成這個樣子 旁坡半 它出來了 我再長一點 這個沒有了 這個地方沒有了 它通通變成這樣 由於 它這個跟 5無關 所以 H模式呢 都是圓的 我們講這個是 一個理想的 是圓形的 你把它繞一圈 不管你怎麼 按哪一點繞一圈 它都是一個圓的 在θ等於90度的平面 就是說 最大正伏的方向 它 隨著 天線長度的偵察 偵長 隨著長度的偵長 你看 越來越長 最大正伏 最大輻射強度 有從這個 90度這個地方移開的 移開的這個 你看這個最大長度 還在90度 這個還是在90度 這個還是有一點 更長一點就移開了 就沒有了 當2H等於2Lamna的時候 在這個平面 θ90度的平面上面 沒有複屬 所以 有一個小型的 我們可以看到 讓我們